9月10號 在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辦的辯論會上 美國國會議員邁克·加拉格爾 和來自斯洛維尼亞的歐洲議會議員 米迪安·萊克斯曼 就是否應該禁止中共外交官使用推特展開辯論 這兩位議員都是新進成立的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 加拉格爾表示 問題在於 中共剝奪民眾自由使用社交媒體獲取信息的權利 卻讓政府官員利用這些社交媒體 來散播中共極權主義的價值觀 在美國社會造成分裂 自由社會的民主平臺 然後去攻擊民主社會 攻擊自由社會所享受的這些自由 同時呢 這個為中共的大外宣交囂 加拿大作家盛雪說 中共禁止中國民眾進入推特等社交平臺的同時 讓中共官員和水軍在所有的輿論平臺 為中共歌功頌德造成的危害非常大 有畏的中國人的聲音 很多很多都是擁護中共暴力統治的 第二呢 就是中共的官員 他們借助於他們自己在這些網絡平臺上造的聲勢 來繼續的去愚弄國際社會 然後同時呢 也反饋回給中國境內 去愚弄中國的老百姓 今年3月 中共病毒在武漢爆發後 中共外交官趙立堅在推特上公然造謠 稱武漢肺炎可能是美國軍人帶到武漢的 中共病毒在武漢氾濫時 美國和全世界其他地方都還沒有出現過這種病例 面對中共官員毫無底線的公開造謠 加拉格爾和共和黨參議員本薩斯 聯名致信推特CEO 敦促其刪除中共官員在推特上的帳號 他們在信中說 中國共產黨正在發動一場巨型宣傳攻勢 改寫COVID-19歷史 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洗白該黨的謊言 加拉格爾在辯論中說 在網絡技術非常發達的今天 中共卻成功地封鎖了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信息 和新疆集中營等信息 中共暴力統治最重要的三個法寶 一是謊言 今天的這個中國的現狀 是由它的謊言所長時間的引導 在它的這個暴力脅迫之下 逼得人民放棄追求自由民主的這種願望 加拉格爾指出 對中共來說 社交媒體不是公開討論和辯論的場所 而是中共向全世界散播虛假信息 為其國際活動提供便利 以及壓制討論和辯論的工具 加拉格爾說 允許中共使用這些平臺 就會讓他們有機會將虛假信息 嵌入國際輿論之中 加拉格爾認為 在中共繼續禁止本國民眾 使用推特的情況下 讓中共官員繼續使用推特 事實上是在容忍中共封禁推特 辯論的另一方 歐洲議會議員 米迪安·萊克斯曼則說 他理解支持封禁中共外交官推特賬號 所持的立場 但是為了避免壓制言論自由的嫌疑 應採取更具戰略性方式應對中共宣傳 加拉格爾答辯說 封鎖中共官員的推特賬號不是控制信息 恰恰相反 是為了揭露中共控制信息 企圖將其極權控制意識形態 輸出到全世界這一事實